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卡游戏频道 第一期影片是继续介绍上一期没有介绍完的12月份下半部更新内容 先是12月20号一系列有关圣诞节的活动内容 继续组成和活动NPC都会换上对应的圣诞节服装 在这次活动期间,拉比也会换上圣诞节服装 同时在这段期间巨型拉比王也会登场 以及一系列我们可以在活动商店换取的商品 说到圣诞节活动嘛,那会少了这个活动的专属武器 接下来同样是12月20号登场的圣诞节活动期间限定副本 当我们在沙漠的北边或者是南边击杀高级的老练时 我们有可能会遇到星星的敌人 这个星星的敌人就是之前一周年出现过的扭弹型敌人Captain 但是在这个活动期间,我们也有可能可以遇到巨型的Captain王 接着同样是12月20号的活动期间的奖励箱 想要抽取这个奖励箱里面的奖励,我们是需要使用一个勋章 或者这个勋章的主要方法是透过通关一些特定的每日任务获得这个勋章 接着是这一期冬季的特殊刮票池的造型以及一些武器迷彩 接着是一系列有关12月份的合作对象的活动 主编是12月20号的耳朵对象的AC造型池 开玩笑 所以我們就先行的 所以我们跟着用这个摇御力 好看 快越来 现在开始 Obsidian 向着天啊 缓短的 陶组的情节目 解写 到这个世界 无限大 そう 共有点 终于 终于 孽子里 一人就 在晒努力 这小小 一人ずつ繋ぎ合わせ さあ大きく輝かせよう 這次是12月27日的AC造型池 這次的AC造型池的主題是 新年和服 以及一些忍者服裝 一人じゃない そう気付く度 君は強くなっていく 繋いだ手の無くもりを 満ちしるでに歩いていこう いつか夢見た場所へ 瞳に映る世界へ 消えない無くもりを 満ちしるでに歩いていこう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內容 大家覺得這次的12月份下半部更新內容如何呢? 如果有任何補充或者想法的話 歡迎到留言區留言 我們下期再見